世界银行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里亚科布拉接受运动式记者的采访时表示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2023年越南经济的话 他会选择坚强这个词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衰退对越南开放型经济造成冲大冲击 然而越南经济仍然保持着世界许多国家蒙寐以求的增长速度 另外全球诸多媒体机构刊登关于越南的成绩和潜力的文章 许多国家元首对越南进行访问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由于越南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融入世界经济的能力 越南被视为国际投资商破具系列的目的地 试行预测2023年越南经济将增长4.7% 2024年恢复至5.5% 2025年增至6%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